我看沉入坛中的铁链还在微微抖动 应该不是被坛下暗庸所冲 肯定是有活的东西 难道被铁链拴着的是什么巨猿老龙之类 这种事万不能对那些冰冰家 我忽然想起算命匣子的话来 那老人信口开河 不过对这些村民却有奇效 我不妨也照猫画虎 以迷信思想对付迷信思想 反正当务之急是把坛中的东西拽上来 尽快找到孙教授 于是我一脸坚毅的表情对民兵们说道 同志们 现在祖国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头可断 血可流 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能丢 咱们一起动手 把铁链从坛中拽出来 民兵排长不等我把话说完 就抢着对我说 胡首长 哎呀 恶得胡大首长 追不得 万万追不得呀 这铁链甩着黄河里的老怪 这等弥天大事 可不敢随便做 说实话 我这心理也没底 不过 表面上却要装着镇定自顾 拿出点手掌的感觉来 我对民兵排长说道 哎 排长同志 你不记得那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是怎么说的了吗 你们村那位瞎子先生 是古时的江太公 刘伯温 诸葛亮转世 前之八千年 后之五百载人 他说这里是个仙人洞 我看多半没错 因为我在研究古代资料的时候 看到了这种描述 这滩中坠的 一定是太上老君炼丹的香炉 里面又吃了长生不老 百病不生的灵丹妙药 咱们肯定是先发现这些仙丹的 按照国际惯例呢 就应该 应该 国际上对于个人首先发现的东西 好像会让发现者享有什么权利 但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赶紧问Sherry Young 这个国际惯例是什么来着 Sherry Young替我说道 按照国际惯例 首先发现的人享有命名权 我一听光命名那儿行 于是接着对民兵们讲 同志们 命名权你们懂吗 我一指其中一个民兵 比如兄弟你叫李大壮 那只要你愿意啊 咱们发现的仙丹就可以叫大壮丹 是吧 一旦咱们国家的科研工作者 把这种仙丹批量生产 造福人民 那咱们就算是对党和人民立下了大功啊 另外呢 最重要的是先到先得 咱们五个人是先发现的 每个人都可以先尝几粒嘛 这事我做主拍完了 三个民兵让我砍着都晕了 三人你看看我 我瞅瞅你 医者在上面的时候 瞎子说的话他们十分相信 二者又爱慕这种剑功立业的虚荣 三者 那长生不老的仙丹 谁不想吃上一把呀 但是 还有一个顾虑没有消除 既然铁链下坠着的 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为何铁链会不时的抖动呢 我暗道不妙 异常梦多呀 再由着这帮民兵瞎猜的话 我这谎就撒不圆了 这个铁链为什么会动呢 是吧 对啊 它会动 那是因为 这个 因为 因为这 炉中仙丹的仙气流动啊 是吧 这种吃了长生不老 万病皆除的仙丹 你们以为跟那中药丸子似的 又黑又臭吗 这每一粒仙丹 都有灵性啊 是吧 毕竟不是世间的繁物嘛 民兵们听了我的话 都连连点头 觉得 嗯 是这么个道理 看来 这链子拴着的东西啊 不是什么 黄河中的金怪 肯定是 太上老君的丹炉 纷纷卷起袖子 准备动手 这民兵排长 突然想到了些什么 走到我身边 对着我的耳朵 说了几句悄悄话 我听后 就笑着对他说道 哈哈 哎 排长同志啊 你尽管放心 仙丹神药 没有治不好的病 就你这点事 根本不算什么 这仙丹呢 是专治 羊而不菊 菊而不菊 菊而不菊 另外两个民兵 在旁听了 都哈哈大笑 弄得民兵排长 有点脸红 对那两个人 大声呵斥 六日的 孝盛的 快干活 山尾阳 觉得有些 不太稳妥 低声对我说道 哎 老胡啊 我看 被铁链拴在坛中的 像是些 有生命的东西 就这么 冒冒失失的 去拽出来 是不是 我趁着民兵们 过去准备 转动摇路 便对 山尾阳说道 哎呀 难道 还信不过我吗 你尽管放心 我和你一样 也只有一条性命 岂能拿咱们的安全 开玩笑 我看过这么多 形式礼器 从未走跪 纵观这里的风水形势 我敢以向上人头担保 绝不会有什么古墓 所以啊 不用担心有粽子 而且这里的自然环境 得天独厚 又不是什么山山老林 料来 也不会有什么凶恶异重 就算是有啊 也有铁链拴着 咱们又有不相防身 怕他什么 万一孙教授是在下面 咱们迟迟不动手 岂不是误了他的性命了 哎 当然 现在动手 怕也晚了三秋了 就听天由命吧 Sherry昂说道 哎呀 我不是 不是对你不放心 是你从来就没办过 让我放心的事 你对那些乡民 怎么讲不好啊 偏说什么长生不死的仙丹妙药 我看你啊 比那算命的瞎子还不靠谱 等会儿万一把铁链提上来 没什么仙丹 我看你怎么跟他们交代 我对Sherry昂说道 哎呀 我可没那瞎子那辆瞎子 那老儿能瞎会算 满嘴里头抛火车 现在我这是没办法了 要不 这怎么说呀 那些民兵们不肯出死利 我看那脚盘呢 非得有三人以上 才能转得动 只有咱们两个 可玩不转了 等会儿啊 万一没有仙丹 你可得帮我圆个场 别让我一个人作难 民兵排长准备完毕 在一边招火 我和Sherry昂便不再谈论 将火把插在坛边 各端步枪 拉开墙栓 对民兵排长一挥手 斗手 民兵排长带着另外两个民兵 转动摇路 像在井中打水一样 在脚盘上卷起一圈圈铁链 没想到 这脚盘与摇路 铁链之间的力学原理 它设计得极为巧妙 根本不用三个人 便只一个人 使八成力气 就可以把铁链 缓缓卷进脚盘了 随着沉入水潭中的铁链升起 我与筛卫阳等人的手心里 潭水中露了出来 民兵排长大叫 一个的祖宗 这个被狐守党说着了 恐怕真是个太上老君烧胆的鲁鲁 在铁链的拖动下 一个黑色的巨大物品 哗哗淌着水 被从水潭中掉了上来 因为火把的亮光有限 那物体又黑 初时只看得到 大概有铁骨 又圆又葱 跟个大水缸死 本可以肯定一点 不是什么水中的洞 是巨大的物品 我们谁也没见过 太上老君的丹鲁鲁铁 难道真的严重了 这世上哪有如此凑巧的事 我为了看得清楚些 让斜瑞阳举了手电照明 我自己举起插在地上的火把 凑到近处细看 这时 整个黑色的巨大物体 都被掉出了水面 民兵台长等人把脚盘固定住 也都走过来观看 水潭的直径不到三米 更像是一个大一些的井眼 我们站在潭边 伸手就可以摸到吊上来的东西 在火把手电筒的照射下 这回敲得十分清楚 只见这是一口大钢 外形十分像水缸 缸身上有无数小孔 刻了不少古怪的花纹 我和筛瑞扬见过很多古 这种奇特的东西 尚书首次目睹 实在搞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 年代历史出处全看不出来 更不知道是什么人 大费周折 把它用数条铁链吊在水潭里 这口破钢 值得这么机密 钢口是封的 盖子是个尖顶 十分厚重 边上另有六道插栓扣死 想打开钢盖 只要拆掉这六道插栓就可以了 锯缸四周全是小纸大的孔洞 一沉入水潭中 锯缸就可以通过这孔洞注满水 但是只要用摇路脚盘 把铁链拉提上来 锯缸中出满的水就会漏光 天底下的水缸都是用来盛水的 但是这口怪缸的功能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就连民兵排长那等粗人也看出来了 这不是什么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 忍不住问道 胡州长 这怎么不像是太上老君装胆药的炉子 都有几缝 像是我们家里漏水的那口幻稿 我对民兵排长说 排长同志 这就是你不懂了 你家的水缸上面有这么多花纹吗 你看这许多花纹造型古朴奇特 一定是件古 你就等着文物局来给你们民兵发奖状吧 塞瑞扬看罢这口怪缸 也是心下疑惑 这也不像是水缸 我看 更像是折磨人的刑剧 我对塞瑞扬说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是说 把活着的囚犯 装进漏眼的缸里 进入水潭中 等他快淹死的时候 再把缸掉出水面 把里面的水放光 那样的刑剧 倒是有的 以前我在电影里看过 反动派就经常用那种酷刑折磨我们英勇不屈的地下党 不过我看这口怪缸 不太像刑剧 折磨人的刑剧 哪用得着这么精雕细刻呀 这缸上的画纹 极尽精妙之能事 一看就是有些粘头的东西 咱们乱猜也没用 上去把插栓拔掉 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事物在说 搞不好 就是仙丹 林林排长拦住我说的 胡首长 可不敢乱开 万一要是稿里 缝着这么油膜 放出来如何是好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怪物 刚才咱们看到 潭中的铁链抖动 可能是水潭下连着地下湖 湖中的大鱼大虾撞到了这口缸上 不要疑神疑鬼的 你要是现在还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咱们让事实说话 你们都向后退开 掩护我就可以了 看我怎么单枪匹马 上去把钢盖拆掉 里面便是真有猛恶的怪兽 也是先咬我 我他娘的倒要看看谁敢咬我 他们拦不住我 只好搭起手凳 把我拖到怪缸的顶上 这口奇特的怪缸 与铁链之间甚是坚固 我站在上面 虽然有些晃悠 但是铁链却没有不堪重负断掉的迹象 我爬到怪缸的顶上 一摸之下 才发现这口缸外边 包着三层刷有生漆的铁皮 非常结实 不是寻常的瓦缸 心中暗道 她娘的 这么结实的缸是装什么的 搞不好还真是封着什么鬼怪 打开之后只看一眼 要是有情况 立刻把盖子封上就是了 杰瑞阳和民兵们站在下面 扬起头来望着 都替我捏了把汗 他们不住口的提醒我多加小心 我拆了两个插栓 抬手向下边的众人挥手致意 同志们好 同志们辛苦了 然后继续低头拆解下一个插栓 这些插栓在水中泡得久了 却并没有生锈 用力一扒就可以拔掉 我刚拆到第五个插栓 忽然脚下的贵缸一阵晃度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其中大力挣扎 我站在上面 力足不稳 险些一头掉下去 急忙用手 抓住上边的铁链 其实悬挂在半空中的怪缸里面 有东西在够 这一口缸毕竟沉重 摇摆的幅度不大 只是我没有准备 都被他吓了一跳 我攀住铁链 只听缸中噼里啪啦的乱响 真像是什么东西 在使劲的挣扎 难道孙教授被困在里了 在坛中泡了这么久 还没淹死 下面的筛瑞扬 与三个民兵也听见了声音 都对着怪缸 大喊孙教授的名字 让他不要着急 我们马上就会把他救出来 缸中 声响不绝 但是却无人回答 我救人心切 哪里还管得了许多 立刻把最后的茶栓拔掉 钢上回旋的空间有限 我便用手攀紧了铁链 想用脚踢开钢盖 这时候 我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 古时候 有种钢关 以钢为关 把死人装进里头掩埋 不过时文少见 我从来没遇到过 难道这口奇特的露眼大钢 就是一口钢关 这里面有死而不灭的僵尸作祟吗 我们这次来陕西 只带了两只手电筒 不过都在Sherry羊的包里 我现在爬到钢顶 身上除了摸金服之外 什么器械都没有携带 连个黑驴蹄子也没有 不过 我随即打消了这种念头 我对我那半本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书 非常信任 既然按书中记载 这种地方不会有僵尸 就肯定不会有 他娘的 这里要真有粽子 我回去就把那半本书给撕了 当下一咬牙关 硬着头皮 把钢盖踢开了 没时间读书 那就倒听途说吧 下家听书馆 欢迎您继续点播下一集 关桢包 感谢 SPOK 有小董事 我并讨厌 小董事 智大龍 你会读书 什么保激 就丰民 感谢观看